我叫老木是一名宇宙工程师 今天我准备做一个 大家在评论区说了好久 但是我一直不敢做的东西 是啥呀 沙皇核弹 这个看着也不难呀 但是核弹确实不难 但是今天我还要把它改造一下 走 没有改造核弹 等一下你看到就知道了 工程师老木开工 沙皇核弹的名气非常高 外号也非常多 大家经常说的大一万也是它 废话不多说 咱们先把核弹给造出来 从头部开始 用模组造出圆弧形的弹头 一定要做出圆润的感觉 加入驾驶舱 然后直接用炸弹连接头部 沿着头部继续制作出外壳 内部继续用炸药 塞满每一束缝隙 这炸药含量堆满 威力十足的核弹头就搞定了 接下来制作出核弹身体 这一块没有特别复杂的 主要是还原出外形 做出尾翼 加上骁龙喷漆机 最后染上颜色 再调整一下维依细节 再加一点点炸药 完工 试一下威力如何 接下来就是改造了 总得让它能发射出去吧 本来一开始 我想着用飞机装载核弹 但是就目前这一个体型 要做出能带动的飞机 必须得非常大才行 但因为游戏材料的限制 无法做出来 所以这里考虑了半天 还是采用无人机结构吧 当然只是放上去还不得行 要直接把无人机改造到核弹上 给核弹加装飞行系统 用可拆卸模块 连接无人机记忆币 同样的方法 用可拆卸模块 连接剩下的记忆币 试飞一下看看 完全起不来啊 核弹不能缩小 也意味着重量不能减少了 只能继续增加上升力了 再加一堆记忆币 感觉还是不够 往里面塞点万象结喷鸡鸡 这下应该没问题了 最后再给完全底上个色 好家伙 这玩意儿看起来有点像个飞机啊 真的能投放核弹吗 哎呦 不信你是吧 看好咯 起飞 前往目的地 到达目标位置 三 二 一 投放 你这个掉的有点慢呢 是吗 加速 我去 牛皮啊 虽然不是蘑菇银 但也是摔炸了 不错吧 对小伙伴们觉得如何呢 最后别忘记长按订阅 支持一波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